大家好,大家好,Ru-chan Ru-chan 今天我們來看影片 謝謝 我跟文當現在在青森縣 青森県初上陸 大家都知道青森縣最有名的就是蘋果 它的蘋果生產量也是全日本第一 Ru-chan真的是飲品也絕對蘋果汁 我真的非常非常愛蘋果汁 所以這次真的是超級期待 那這次的青森縣之旅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我們還帶了一個小秘寶 就是圍熱山丘的幼香蘋果酥 那這次真的非常感謝圍熱山丘跟我們合作 謝謝圍熱山丘 謝謝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圍熱山丘 對我來說算是一個滿有回憶的品牌 那我手上拿的這一盒幼香蘋果酥 有保佑平安的意義 那我們這次的旅程 就會帶著這個幼香蘋果酥 跟我們一起旅行 然後保佑我們旅途平安 肚子餓的時候還可以吃 讚 讚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快樂青森之旅 開始吧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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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那這位是我們台灣之光 現在獲選為聖魔小姐的吳小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青春聖魔小姐吳詠欣 今天請請請 聖魔呢 其實指的就是盒子做的燈籠 這個是比較小型的 就是一般來說就是祭典的期間會做的很大 然後會在那個青春的街道上遊行 那為什麼會有睡魔祭呢 以前據說到了夏天 天氣變得比較熱大家坐著 我就會偷偷遇睡 靠這個睡魔祭然後把睡衣送走 華拉西睡魔之家展示了許多睡魔祭的歷史 祭典的樣貌 定時還有睡魔祭體驗活動 那館方會演奏睡魔祭時的樂曲 也會實際教學睡魔祭跳人的舞蹈 讓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都能夠更了解 也能夠實際體驗睡魔文化 那另外館內還有展示今年睡魔祭得獎的睡魔作品 實際看到真的非常的震撼又有魄力 能夠近距離的觀察細緻的細節 那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又能夠欣賞作品 真的是非常奢侈的體驗 那另外每一位睡魔祭的作品和風格也都各有特色 大家來的話可以觀察一下喔 那我們謝謝無商今天跟我們做介紹 希望你們明天都可以來參加青森的睡魔祭 希望大家可以來喔 他們在每年的8月2號到8月7號是故地會舉辦 是一個全日本有關注傳統文化的人 都會來一個很盛大的祭典 那今天其實有準備一個小小的禮物給各位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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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熱穿秋的柚香蘋果酥 超級可愛 柚子跟蘋果 對對然後他們的蘋果是使用青森的紅玉蘋果 謝謝 那我們謝謝Gowさん 謝謝 謝謝 欸超級可愛的呢Fu-chan 真的真的有很多體驗也很興奮 明年想要來看睡魔祭耶 2時間 我會去試試試試試試試看 超級可愛的 拉セラ拉セラ 拉セラセラ 拉セラセラ 我跟大家說喜歡蘋果的人一定要來這裡 這裡真的是滿滿的蘋果商品 看這個誘人的蘋果派 還有蘋果的朱蕾 哇這裡真的是我的天堂 哇這裡真的是我的天堂 好吃 好喝 哈哈 那我們現在來到他們這裡非常有名 可以品嘗各個蘋果口味的 義大利冰淇淋店 他們這裡的蘋果種類超多的 一球的話價錢是350 兩球和三球價錢都是450 它當然要選三個口味啊 價錢一樣 它吃起來有果實感耶 怎麼會這樣子 好好吃喔 與其說這個是冰沙 它吃起來更像是蘋果 那我來吃看王林 它的甜度是比較高的 可是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味道 比剛才那個還要清爽 對 爽快的王林 我來吃看紅綠 那它是一番白色的 好像是奶油 嗯 好好吃喔 本來其實會想說會不會吃不出來的差別 就真的是三球 每一球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樣 欸如果大家來的話一定要吃 很推薦耶 這真的別的地方吃不到的 天氣好好喔 哇好舒服喔 天氣超好的 好舒服喔 天氣很舒服 你看看 眼前的景色 我們文章堅持要去跟那個 青森的看板拍照 這裡的景色好漂亮喔 大家如果之後來啊 可以在這裡花久一點時間 我們兩個也是逛很久 唉 又來了 好玩嗎 好玩 好玩 我覺得不好玩欸 我們已經check in完了 那他們這家青森物的鑰匙 居然是蘋果的圖案 很可愛耶 蘋果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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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麻煩你了 欸晚上絕對很漂亮 我們兩個已經換成他們的館內服了 我們倆已經換成他們的館內服了 我們倆已經換成他們的館內服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去他們的旅館裡面探險 探險 聽說超多東西可以玩的 哇這裡好漂亮喔 全部都是蘋果的燈籠 超好可愛喔 對 全部蘋果可愛喔 對 哇 全部都是蘋果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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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家飯店很酷耶 裡面就像是一個小型的觀光設施 他們旅館裡面有一個水龍頭是 一轉就會跑出蘋果汁的 哇 超酷的 我最愛的蘋果汁 乾杯 乾杯 超棒的蘋果汁 真的 超棒的 哇 他們這裡居然還有蘋果扭蛋 很棒 真的嗎 耶 蘋果 給大家看 紅色的富士蘋果 很棒 很棒 他們館內超像祭典的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大家來的話也可以盡情的拍照 哇 真的超酷的 這裡還有賣睡魔的學習本本 不知道他們親生的小朋友小學生 他們都是用這個寫作業 真的是像祭典一樣 還有這種小攤販 哇 哈哈哈 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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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開心 玩完祭典之後 我們前往吃自助餐的晚餐 那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兩個去觀賞飯店限定的 睡魔祭體驗活動 雖然和實際上的睡魔祭還是有一點差別 但是可以在飯店這樣子一起體驗 我覺得還是蠻有趣的 最後文當還有跟飯店人員和小朋友一起跳舞 也為我們留下很快樂的回憶 我們在家裡回來了 我們在家裡回來了 我們一杯蘑菇酒 我們一杯蘑菇酒 我們很美味 那我們下一個夜蛋就要吃我們的 爛爛 微熱山丘的幼香蘋果酥 那在我們文當去泡紅茶的時候 我先來開箱這個幼香蘋果酥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他們的包裝超可愛 上面有一個雪人 然後還有柚子 還有蘋果 非常適合拿一張圖產 伴手禮送人 收到這個應該會超開心 那打開呢 一盒裡面有六個 文當來了 文當來了 那我現在開給大家看 超可愛的 那這一次微熱山叫他們推出的幼香蘋果酥呢 是日本青森的紅玉蘋果製作的蘋果酥 那大家看上面有淋上白色的法芙拿柚子調溫的可可 對 它這個是可可巧克力 那最上面大家看得到一點顆粒的部分是檸檬和糖霜雪花 紅玉蘋果花主要是它的內餡 我之前吃的覺得超好吃 就是給大家看細部 那紅玉蘋果呢 在眾多的蘋果種類呢 是比較趨近於原始的品種 香氣會比較濃 然後甜中又帶酸 那這個幼香蘋果酥呢 是日本跟台灣的團隊一起開發的 其實有講國的智慧還有食材 我真的覺得就是台日友好的象徵 那我們吃這個幼香蘋果酥的時候呢 要搭配藍頭日月潭的紅玉紅茶 剛才文章幫我泡的 謝謝文章 謝謝文章 乾杯 乾杯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上的柚子的巧克力醬汁也很不錯 很新的味道 嗯 大家看它裡面的青森紅玉蘋果丁果醬的內餡 超級大顆的 你咬下去還會有一點水果汁出來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濕潤 這個紅玉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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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甘味だけじゃなくて 嗯 酸っぱさもくるから 這個酸味も甘味もあって 食べてる時にお茶と一緒に食べた方がいいよね 那他們這個幼香蘋果酥有個口號是 平安幼醬林 平安就是蘋果 那幼醬林呢 就是他們的柚子可可醬 希望這個冬季限定的幼香蘋果酥 可以帶給大家很多的好運 對 これは日本人絕對好 日本人絕對好 この茶超好 なんか飲みやすいの 對 我們兩個等一下就要去泡澡睡覺 然後明天也要繼續帶著我們的幼香蘋果酥 真的很好吃耶 大家真的可以買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而且眾人大家一定會很喜歡 就自己可以吃 朋友也可以吃 超元気出てるやん 對 美味しの 明天見 晚安 哇 掰掰 大家早安 哇 今天是第二天 すごい トイソリみたいなクモダ 呵呵呵 我們兩個現在已經來到了紅錢市的蘋果公園 哇 入口處一進來就有蘋果樹亡林 然後這裡是富士蘋果樹 哇 黃色的蘋果好漂亮喔 喜歡鹽咖哩的人一定會喜歡 它味道吃起來很 甜味真的很豐富 這是富士蘋果園 這個蘋果咖哩推薦給大家 那我跟文當現在要進行採蘋果體驗 他們這裡的說明有分成多國語言 所以就算不會說日文的人來旅行也不用擔心 那它整個蘋果園非常的大 會依照品種的在不同地區 我們今天要採的昂林就是在這個地區 當中她的蘋果園會沒有放棄 就是蘋果園的蘋果園 就像人指揉將辨口 沒有放棄和拉動 我們在這裡放棄 但它們是不放棄 我只是想想想說 好 如果當中她的色調色 每天都變得更熟 很漂亮 哇 今天來我們來買了 謝謝 這次來我們有名的老名餐 Sally Hills 是蘋果園的蘋果園 這是一種的Cake Cake也可愛 包裝也可愛 請你吃一下 謝謝 我來吃 好吃 好吃耶 蘋果 他們裡面有另外一個員工 中田先生超親切 一直跟我和文當說 這個一定很好吃 這個一定很好吃 超可愛的他們的員工 他們蘋果公園的下水道設計還是蘋果 好可愛喔 我們的蘋果 耶 八個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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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回去想說可以用這個蘋果來做一些甜點 我們兩個到我們今天晚上住宿的飯店 是南田溫泉Hotel Eponen 他們的手消毒是從蘋果的嘴巴出來 那這樣我們已經換好他們的浴衣了 而且他們這家超可愛 這每個客人只要來了他們都會送客人一個蘋果 然後房間裡面還有扶刀子 大家可以在房間裡面切蘋果吃 非常輕生的感覺 那我們房間窗戶的窗簾拉開 有一個非常驚人的東西 我們來文章開給大家看 我們來文章開給大家看 就是 蘋果大觀音 這個蘋果大觀音呢 是他們這一家南田溫泉Hotel Eponen的特產 大家來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那觀音手上拿了一顆大蘋果 對 壓力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棒 很棒 第一的特產 鄉土料理 其中魷魚炸肉餅 真的令我超印象深刻 是我在日本住了這麼久 也從來沒有吃過的口感和口味 甜點還有他們餐廳自己做的蘋果派喔 他們的塊架是蘋果 超級可愛 很好吃耶 我真的超級喜歡日本溫泉魚館的料理 真的每一道都可以感覺到他們溫泉魚館的用心 還有這個地方的當地特色 大家好 我們已經回房間了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超級喜歡蘋果的餐廳 蘋果的餐廳也吃了 蘋果的餐廳也吃了 青森也吃了蘋果的餐廳 而且我覺得我們兩個今天住的這個飯店 他們的晚餐真的超好吃 有很多食材的餐廳 非常好吃 然後我們兩個等一下要去泡澡 他們這裡的湯非常非常的特別 是蘋果溫泉 大家如果之後來青森的話 請一定要來泡蘋果溫泉 因為真的非常有趣 溫泉上面全部都是蘋果這樣子 那先跟大家說晚安 大家晚安 掰掰 哈囉 大家 我們兩個現在已經來到青森機場 準備要回家了 然後真的超開心的 而且感覺還完全沒有灌完 然後還有好多地方可以去 我已經吃了很多 所以已經太多了 好厲害耶 我們聞到真的吃超多 而且我們又喝很多蘋果汁 然後吃很多蘋果甜點 超幸福 那我們最後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微熱山丘 又香蘋果汁 會在11月8號正式上市 那這次微熱山丘 非常非常的大方 只要大家在這支影片上面留言 旅遊最想去青森的哪裡 還是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過去在青森旅遊的經驗 那我們最後呢 會抽出50位觀眾 50位喔 一位觀眾贈送兩盒 又香蘋果酥 中獎機率真的超級大 所以歡迎大家踴躍留言 真的非常感謝微熱山丘 請大家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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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也謝謝大家 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兩個現在就要準備回東京了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